在今天的彼撒 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意象 就是第一个是为了圣教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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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今天 如果你们不认识 当然是圣母玛丽 但是呢 它有另外一个 名称 今天呢就是圣教圣 在今天写了 拉丁文 如果有人可以翻译 我给你们到你家 这是很简单的意思 就是 请主人 派遣很多的 来收你的转家 就是 很多人 我们要收很多在我们的教会 但是呢 没有人做不做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清除 本来是 乌院的时候的圣教 所以呢一样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 因为我们清除 每一个人的圣教 每一个人的圣恩 我们有一个教会 但是今天我们 呃 在我们的教会内 有普通的圣恩 有普通的圣教 这个是 所以让我们感觉到 看得清楚我们的教会 是非常丰富的 很有力量 第三个就是 今天我们也开始 庆祝 传教 所以呢 所以今天就是 我们的主题就是 呃 教会给我们一个主题就是 我在这里 请派遣 I hear that my Lord sent 因为需要很多的圣教室 即使我们看到 呃 修与神父跟修师 谁是本地人 这边有本地人 本地人 本地的修师 神父还是修人 只有一个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只有六个 呃 不是本地人啊 所以你看啊 我们 大陆那是 传教室 所以今天我们 在今天的理想 我们感谢 我们的天主 就是 这个给我们 另外一个圣教 所以当一个传教室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看 啊 我们基本的 啊 空气 目前啊 天主教在这个世界 是十七个percent 十七个percent 在这个教会是 我们是天主教 还有呢 呃 如果我们看一下 呃 在世界上 每一个神父 神父 要目离 一千零 一十五个教人 在台湾 他数字比较低 每一个神父 要目离 一百七十三个 教人 所以 可以说在台湾 比较轻松 但是呢 你们看到了 在这个世界 我们天主 我们 七度 还是最多的 三十 四个percent 第二个最大的 宗教信仰 就是 会照 然后呢 印度教是十五个percent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天主教跟七度 就还是最多的 然后呢 那我们继续看呢 在台湾呢 我们的天主教是 一个percent而已 如果我们跟那个 七度教在一起呢 有两个percent 二percent 所以 还是很低 但是呢 这个是为了 呃 这个数字是 本地的教理 如果 等一下我们继续看 可以肯定的说 如果我们在台湾 也算所有的 外国天主教徒 就是那个数字 差不多一样 跟本地 还是有一点高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本地的教育 跟外国的教育 呃 呃 在一起 应该是 呃 六十 六十几万 所以这样 不是 不是二十几万而已 因为 在登记方面 我们没有被登记 哦 就是 就登记那个本地 所以 还是 很多 OK 还有呢 我们看台湾的东西呢 早去的审户 是 两百一十四个 修会的 比较多 四零 四零二 然后呢 修理 更多 啊 一千多 所以呢 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 还需要更多的人 呢 在台湾 串教 这边呢 我们继续看了 在台湾的神父 啊 一半 一半 一半是 中国人 就是台湾 从台湾 从澳门 香港 就是华人 啊 一半是 呃 外国的 传教士 然后呢 从一九五五年 一直到现在 已经有 有百多个 啊 神父的 传教士 啊 就是 差不多 才台湾 服务二十年 哦 就是光光 那 这边的传教 才今天啊 公 服务的传教士 差不多二十年 是谁 我们两位啊 我 你还有谁啊 应该可以修你教语 哦 等一下我没有准备 所以呢 啊 有六百 六百多个 从一九五年 有 有这样的 都是这个 呃 传教士 在这个 OK 所以今天呢 我们慢慢看 今天啊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 给我们的 呃 一些传教的概念 他说 在这个 疫情的 时代 疫情的 时间呢 我们被要求 透过服务 和祈祷 守住自己 为了被 善不和 惊人的爱 所以呢 在 今天呢 我们已经 超过了半年 整个世界 所以 就是 遇到了 很大的 这个 印象 这个意气的 问题 我们更需要 做 服务 跟祈祷 然后呢 也 我们被提醒 我们 先讲 新的福音 在每一个 地方和 时间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 改变 心灵 思想 身体 社会和文化 所以呢 永远 哦 我们 教会在世界上 是永远 是一个传教师 但是呢 我们在 世界的地方 还是 哦 每一个人在 自己的家 家庭 可以当传教师 在每一个 呃 工作的地方 还是 读书的地方 服务的地方 可以当传教师 是 我们要 改变 世界 为了什么 所以可以 认识 可以按照 耶稣基督福音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可以 当一个传教师呢 我们只有 耶稣基督有 真正的 真正的 关系 才能成为 真正的传教师 所以我们的主要 条件是什么呢 我 跟天主 有关系 这样的啊 我可以 给别人 耶稣基督 如果 我跟耶稣基督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办法 当传 但是 我传什么 可能传自己 不是传耶稣 所以 最后呢 有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 我们还是要 更多的传教师 所以在今天的名字 我们的天主 我们的天主 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拍照 谁 我记得 我读宣学的时候 我们的 我还在 马尼呢 那个中华会生的会长 来我们的修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有 东南亚的 会长的会议 在马尼呢 然后呢 中华会长 我们的会长 从香港到马尼呢 他说 谁要去 中华传教 我很多我的同学 来报名 我没有报名 就是天主的事 我没有很多报名 为什么 突然我 我被选择了 所以呢 也是 我们说的 在今天 我们 应该是 第一个条件 我们需要很慷慨的事 我们怎么可以当一个传教师呢 第一个我觉得是 很慷慨的事 We must be generous 这是不要一直算 我怎么办 我去遇见 但是 如果天主派出了 就出了 就出了 不要上帝 所以呢 我们继续讲 以下 我再说 我们有几个意向 第一个就是 我们上交集 更多的 年轻人 人物生年轻人 如果听到 天主的声音 不要怕 回答 因为我觉得 天主一直邀请很多人 但是很多人怕怕的 我进修宴的时候 我 念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修士问我 你要不要进修宴当神父 我说好啊 我没有修宴的时候 我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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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毕业了以后 我进修宴 后来我发现 已经是2020年了 还在 这是天主的奥妙 你没有很清楚的 可能开始的时候 你不知道为什么 也是天主的奥妙 主要就是 你听的那个声音 要回答 第二个意思就是 我们的第二个印象就是 我们为台湾的传造 系统 也是在这个世界系统 传造的意思就是 我们希望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社会 会接受 跟按照耶稣去懂得 这样的话 我们会有更好的社会 更快的社会